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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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从第二个回归到二指前马动作之后呢 向左转马做一个高位弹梯 然后一个进马手 弹手 进马手 弹手 进马手 弹手 一个抹弹的上标准 收拳 转向 弹梯 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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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标准 转向 一个斜侧灯梯 或者 侧身腿 斜侧灯梯 拍手 冲锤 拍手 冲锤 拍手 冲锤 三连冲锤 在这个套路里面有很多人有几种害别 重点是在于什么分别 就是在于这个腿法 最后的这个推法 答案就是这个手法 那这个手法 很多人会说 我们这个手法 它可以不是持风锤 可以去挂水 比如说做了一群小里面的一个新型手法 可以称作为挂水 但是 还是希望小阴谷要练得很好 日子风锤结果很稳定 那样你可以做挂水 我来试试一下如何做挂水 也就是说 在我们从这里 转过来之后呢 一个高位的中梯 拍手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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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三个日子风锤收拳 也就是说 三四段 有什么内容呢 有一个反弹效应 也就是说 充分利用你的肘 插进去 出来 插进去 出来 有一个 反弹效应 这个词 这个词是具有变化的 也就是说 如果 对方 打直入为 基于我方的腹部 这个插 其实它是作为绑手 低绑手来做的 绑手 看手 大家就想一下 绑手看手 好 绑他 第一点 想想一个 这个东西 绑手 看手 那么最后 你要做什么工作呢 是你的事情 所以说 寻找这些东西 很多 大家看起来 有任何套路 其实 两个人一块做的 其实是分开的 它没有说是 一起 有什么动作 这个样子 还有一些 这个要练 还有一些 就是说这个 弹性的 这个动作 要试着做 这个弹性的动作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 在原先 如果被擒拿着的时候 如果被擒拿着的时候 比如说 我方被这样的 对 对方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反擒拿 然后 去把这个双双走 拔起来 这样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处于一种 安全方 安全的方位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 更连统攻击了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 大概就讲到这里 那么 给大家还是留一个作业 就是说 大家要把永春群 寻朝 三四段 早晚不连一次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还有看 寻朝 一二段和福 你已经找到的话 就是 一二三四 寻朝的整套 都要连起来做 早晚不一次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大家下次再见 看更多更全的教学视频 可以去我们的工作者 观望 这儿 如果想要更多的爱好 就进行交流 可以去我们的工作者 飘飘讨论群 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官方微信 以及官方微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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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